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衣食住行 当地的人民也是看到了游客的这些薄弱的地方 于是他们就会通过不同的手段来骗取人们的钱财 因此有很多的导游提醒 在日本住宿的时候有女孩敲门千万不要开 导游再三嘱咐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尤其是一些男性 因为这些女孩都是做销售 他们看到第一次来的游客 对于日本境内的物价都不是特别的熟悉 所以就会向他们推销一些比较昂贵的东西 那前段时间就有一位游客不听 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那些女孩也只不过是推销一些最基本的牙膏牙刷产品 然后就非常痛快的买下来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商品的价格要比超市里的贵三倍 当时男子就后悔了 这些东西是不错 但价格也太昂贵了 所以 在此希望大家要听从导游的提示 住宿的时候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我们在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必须要警惕 好了 今天的老王奇旅看世界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再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